是去泰國的時候 對 去泰國的時候 我就是要跟我朋友拍照 然後我手上有拿包包 我就請他先幫我拿 拍完照之後我們就要去逛街 然後他們男生和女生 是分開行動的 然後我就去逛街要買單的時候 我想說我包包在他那邊 我就打電話說 可以幫我拿包包過來嗎 他就說 不是交給… 對 我已經交給他 然後他死不承認我 就剛好我朋友有錄影 就錄我們在街上那邊 我就說你看包包是不是在你手上 他說好像是我放在廁所了吧 然後重點是包包裡面有我的護照 有我的錢包 都不是你的錢包 那我的錢包 妳根本沒帶錢 反正是錢包和護照 對 然後他就說 我們去調那個監視器 就百貨公司的監視器 發現根本沒有在他手上 他去廁所的時候包包已經不見了 他會不會是故意的… 對 然後我就叫他好好回想 到底放在哪裡 他說可能在剛剛公園抽菸的地方 因為他旁邊 我跟你講 因為他旁邊有一個抽菸的地方 去淺區 然後那邊都是一些那種感覺 就是當地人 所以東西我放在那邊 我就跟他講說不可能找得到 對 他還在那邊老神在 在說應該找不回來了 然後在那邊打電話到台灣 就說護照不見了 要什麼 去那個 這邊馬上我們就處理對不對 因為我們隔天就要飛回去了 你犯的錯啊 對啊 還是要先回去找一下 我就說要先回去找 然後他就說絕對找不回來了 我們就先回去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 很像警察的人就一直坐在那邊 因為我們來回跑了兩三趟 我就想說他怎麼一直坐在那邊 他該不會是警察吧 請我朋友就去問那個警察 警察說我們剛剛有撿到在警察局 就剛好那公園旁邊就是警察局 是警察幫我撿到那個我的包包的 天啊 不然麻煩死了 對 超麻煩 護照也沒了 錢包也沒了 包包更不用講 全部都不見了 對啦 如果我們過幾天 來一個大蜜月 你們會想去嗎 兩位 妳 妳說我們兩個單獨嗎 當然 對啊 妳們去 當然想啊 因為小朋友現在就出生 就基本上很少有機會去 沒錯… 哪兒都去不了 放鬆一下 他們現在最想去的是夢鄉好嗎 真的… 拜託讓我們睡飽可以嗎 真的 就這麼一下下 我跟你講 安娜 妳這兩天好好睡 一天睡18個小時 因為後面再也沒有這種日子 對 沒錯 其實我們跟妳們一樣 妳知道我上次把我的東西 放她的錢包裡面 然後我們去吃東西 後來她說我的錢包不見了 也是在蜜月的時候 對 而且我的台灣的居留症 護照都在那邊 天啊 好崩潰喔 都交代她來 對啊 對啊 我已經跟她講了 不要穿這個褲子 妳的褲子口袋壞掉了 她說沒關係 口袋 沒有 妳們這褲子我很喜歡 太誇張了 她口袋比較大 錢包比較小 她容易滑出來 而且男生都隨便塞口袋 他們都沒拿包包或什麼的 對 而且她完全沒有發現 然後我說怎麼辦… 我們去找 找了兩個小時沒有 而且馬來西亞 不可能妳會找到東西 然後她說 對馬來西亞也要有信心 對泰國也沒信心 然後就找回來 如果在台灣我就有信心 對 在台灣有 但是重點我們就去餐廳問老闆 老闆說我沒看到 我們就跟他說拜託 我們我們的證件 就是後來我跟老闆解釋一遍 我說因為我們的證件 真的沒有證件是回不來的 因為我們的居留證是什麼 然後就跟老闆講 真的 找到真的要還給我們 結果老闆說好… 本來很喜歡就長 真的… 那老闆 他說好 這樣子喔 好喔 那我再問一下 結果他等一下就打來說 他已經找到了 所以我們覺得他找就找到了 他只是故意扣下來 而且我們所有的錢 都在他的錢包裡面 連錢都沒有 錢都沒有不見… 因為所有錢 大概台幣2000多塊 沒有… 那時候有大概2萬多台幣 有2萬多 2萬多 對啊… 不錯了 真的不錯 我們的更多 我們4萬泰銖耶 一毛都沒掉 你知道那次去 好 這就我也可以 公司帶有剛剛這個 因為比如說從小耳如木 跟爸媽都常去國外 去國外 我看到他們都是給小費 對 都一定Tips 他們去哪裡都Tips 都是出國一定Tips給人家 從小的耳如木染 我就養成了這個習慣 我出去 我也喜歡讓人家開心 給他100塊 就要讓你頒個行李 然後 然後他就笑 開心啊 然後他就對我這個東西 非常有意見 他後來把我整個錢包都拿走 你出國你會算 你到底今天買了什麼東西 不會 不可能嘛 你一喝飲料 怎麼什麼點點 沒有在算那麼精細的 他說你錢 你錢為什麼會少幾千塊 我說我怎麼挖在… 他要看你有沒有偷偷去買的地方 真的不能管錢 不是 沒有 就不是 本來如果算好 然後最後又少 他就是有選Happy Ending 我要講為什麼 我會把整個錢包拿走 就是只是從車上拿行李下去 然後我看每個人都是自己的男朋友 就自己拿 他就說 給那個人拿就好了 我給他小杯就好了 我看了就很不爽 不是…這有什麼好不爽的 是距離的問題 我們難得出國去玩當當老爺 OK 對 當老爺我不拿 不是 而且人家都只要跟妳這樣 什麼不怕就分辭 100塊而已耶 對啊 OK啦 沒有啦 我跟你講去飯店的時候他還被罰錢 因為什麼 他在游泳池玩得很High 然後那個腳趾頭流線 然後沾到棉被 我們就被罰了好像五千塊太多 天啊… 天啊 來…看看…馬來西亞 加那些好了 妳先來控訴一下 我們杜咪月本來要去馬來地府 剛好我們處理我們結婚手續 所以我們要飛馬來西亞 要回去 所以我們是結婚手續跟杜咪月 是同一趟 對 但是他們有一個奇怪的規定 你要入境馬來西亞八天 才可以結婚 對外國人 對 好奇妙喔 我們就領事改變我們的新城 我們就去蘭卡維 給他安排 因為是他的國家 就他應該比較了解 蠻異為主 對… 結果他什麼都沒有安排好 可能進去吧 妳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跟妳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很重要的理由 台灣言論自由 有中天才完整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份力量 第幾個字幕 對 有 麻煩 把 你 放棄 感谢观看